早餐不知道吃什么 你就安排这个小清新鸡蛋饼 软软弹弹的 营养健康又好吃 做起来还特别简单快速 100克西兰花 洗净后下入开水锅中 炒水一分钟 捞出柜边凉水 控清水分后倒入到破壁机里 加入100克清水 打成细腻的泥 打好后倒入碗中 可入3个鸡蛋 充分搅匀 再加入100克普通面粉 2克盐 再次搅匀 最后搅拌成细腻的面糊 调起来成低热的状态 电饼铛或是平底锅刷包油 舀入适量面糊 将面糊摊匀 再撒些芝麻增香 再撒些芝麻增香 煎至饼完全闭色后 淋油翻面 翻面之后会叙述过去小泡泡 另一面煎至上色即可出锅 千万不要烙久了 否则会发硬 软软的出锅了 非常简单的西兰花鸡蛋饼就做好了 小清新的颜色 看着就有食欲 软软坦坦的还筋道 不要再为早餐发愁了 赶快安排这个西兰花鸡蛋饼 营养健康又好吃 关键做法还特别简单快速 喜欢的朋友就赶快试试吧